我们从失眠开始聊起 我听说呢 现在呢 由于都会压力的工作 工作紧张 因为失眠的人越来越多 晚上睡不到觉 白天又不清醒 那么从一个中医的角度来看 失眠的本质是什么 那你通常治疗失眠 又怎么去治理的 我相信美国也有 还有很多人在吃安眠药 但是吃了很疯掉 对 有 这个问题很好 我们失眠的问题 我们从一种是病态的失眠 就是身体真的有病 造成失眠 还有一种是精神状态 来造成失眠 如果工作压力很大 那这个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那你白天的工作压力 带回家里面 你又没有办法 脑筋没有办法停下来 又一直在想 怎么明天 第二天怎么去办公室 解决这些问题 这属于精神上 工作上压力的 这种状况呢 我给大家最好的建议就是 晚上七八点以后 最好不要喝一些 带有咖啡因的东西 比如说咖啡啊 茶尽量少喝 那这个可以做些打坐 打坐的动作 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武术 三一命不相 那个三打坐就非常好 所以你可以在打坐一个小时 或者是半个小时 如果坐不住的话 20分钟15分钟都没有关系 打完坐以后 你就睡眠会非常的好 这个是这一部分呢 是并不需要 把它当成疾病来看的 所以打坐的法门是什么 打坐的就是练心嘛 叫心要集中 不要想很多东西 所以集中心的方法很多 比如说把心集中在两枚之间 比如心集中在丹田 呼吸吐气的话 就从丹田出来的气 从丹 鼻子气要吸进去 从气从鼻子进去 一直进入丹田 然后吐气的时候 气从丹田出来 再从鼻子出来 这样子 慢慢来回的循环 同时呢你可以计算 用数目字来计算 比如说 一个西 加门式算西 或者专门算呼 一次呼吸就是一 那个十次呼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数到十以后 再从头回来 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因为你数数字的时候 会让你专注 专注 那就像西洋人说 数羊 羊跳过一只两只 他人数羊 端住眠 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一种 打坐静坐的方式 那有时候你可以记心于 这个两眉之间 不一定要在 肚脐丹田的地方 打坐的心法 当然是有我们家很多 我们这边 当中的中国大陆 非常多的高人 我只能说在这边 用很简短的方式 就是要静下来 让用种想出一种方式 让自己脑筋 不去想事情的方式 就好像我们的数息法 数我们的呼吸 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 比如说你剩下自己 点个小蜡烛 或者是一个小光 小灯光 开在房间里面 你眼睛盯着他看 眼睛好目不转睛的看他 一直静坐在那边 慢慢调映你的呼吸 那呼吸的方式 就是以你耳朵 听不到你鼻子的呼吸 为主 这个叫越细越长越好 那刚开始可能会比较 呼吸比较短促 但是到你慢慢习惯以后 就会很好 那这种打坐静坐的方式 是最好解决一些 工作上来的压力的 造成的失眠 而觉得这种本身失眠 它本身不是病态 当个医生 绝对不能不分青红皂红的 就失眠就开安眠药给你 这是大错特错 它不是病 你把它当成病来治 这是习的 就有很多医师 没有道德良心的医师 这是做法 所以一定要问病人 很多人要问了 你到底为什么 以前有没有失眠 你最近几个月开始失眠 是什么事情开始失眠 都问几下病人 讲出来 你就可以找到重点了 而不是说 看病人 开个病人一分钟 你来啊 失眠很好 好吧 那你吃这个安眠药 吃一个礼拜 那不行了 下次还要跟你换一种 还没有 这种都不对 还有一种失眠 真的是病理上的失眠 病理上就是身体出问题了 有一种是虚症 一种是实症 所谓虚症 中心认为说心藏神 这个神是藏在心脏里面的 正中心的地方 所以我们心脏中心 永远有一滴血 停在这个地方 真的吗 心中有一滴血 这个神就是藏在这里面 所以心的血进去 换取代旧的血 就好像中摆 物理的道理 就撞击 经过撞击以后 心的血进来 把旧的血 提出去 所以心中永远有一滴血 那这个血呢 是神是藏在这个里面的 这样子 那神如果这滴血跑掉了 神就不能藏在这个里面 那晚上就不能睡觉 那 你慢 你讲先慢 这点很重要 好 什么叫做神跑掉 神就就是 这个原因 是这样子 这个心中一滴血 是永远在那边 这是存在于 拼平气和 身体上没有什么问题的 胆大的人 那有的时候 有一天你 比如说你太太回家 儿子皮 躲在门后面 就妈妈 门一开 儿子突然跳出来 突然吓妈妈一下 儿子让它好玩 结果妈妈受到惊吓 瞬间受到惊吓 这个瞬间受到惊吓的时候 那一瞬间 心中那滴血 瞬间就没了 也没有新的进来 对 也没有新的进来 跑掉了 跑掉了 新的进来还是有 但是过去的 我们原来是一颗 永远取代这一颗 这样子 对对对 那现在突然 那一个跑掉了 那滴血没了 因为被受到惊吓 那种惊吓 可能别人下里 或者你出车祸 或者从什么人家摔倒 或者怎么样 就这滴血 就让过去了 中间那滴血 永远是空的 那滴血滑过去 永远那滴血就不见了 那滴血滑过去